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基本的寒和热是什么意思 中医有所谓六邪 寒是风火鼠灶 寒是属于寒的这一类 风火鼠灶就是属于热的这一类 这就是六邪的概念 我们先来看一下寒氏 导致寒氏这个原因 常见的有哪几种 例如说喝冷水 吹冷气 或者说工作环境 例如说在冷气房里面工作的 或者这个冷冻房 气温可能只有大概两三度左右 还有这个居住地理环境 例如说马来西亚 它虽然不是寒 虽然没有寒 可是它是属于比较潮湿的 还有这个天气 例如说下雨的时候 天气就会很冷了 或者说有这个四季的国家 到了这个冬天 就会很冷 然后体质 那有些人他先天的体质是 比较容易 这个怕冷的 比较容易有感受到这个寒氏的 那我们怎么去避免 这个寒氏入侵我们的人体呢 那说完全不要 吹冷气喝冷水 这个几乎是不可能了 可是我们就是尽量了去避免 那怎么避免呢 那比如不要同时吃热的食物 还有喝冷水 因为这个一冷一热 会伤害我们的脾胃 那大家看右边这张图 那如果大家有看过这个电影 这个是神奇四侠 Fantastic Ball 它是2005年版本的 那这个里面这个人物呢 它是一个反派 那到最后的时候 它跟那个正派决斗的时候 正派就把它 先用这个火把它烧到一个很高的温度 然后再用水 迅速把它降稳 最后它就变成这个凝固的状态了 那同样的道理 放在我们的人体 如果你吃了一个 例如说 麻辣火锅 然后你就马上再喝一杯冷的啤酒 或者是汽水 那就会对我们的脾胃 虽然胃至于会说凝固 可是 也是伤害非常大的 那还有 第二点是 不要在刚起身的时候喝冷水 这个也是一个 因为 刚起身的时候我们的体温会偏低一点 这个时候再喝冷水呢 就是雪上加霜了 还有不要在晚上的时候用冷水冲凉 这个也是一个冷上加冷的表现 还有不要把这个冰块放在脸上睡觉 这个可能是一个常识 不过 我本身就看过一个患者是怎么样的 他就因为天气热 他就把这个一包冰块 放在脸上睡觉 那等到他起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面痰了 就是面身经麻痹 脸歪掉了 所以就 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那常见的这个韩式的症状有哪一些呢 那比如怕冷 多痰 疲倦 就是整个人很累 就头中 手中 脚中 这样子 胃痛 尿瓶 就一直要去上厕所了 便堂 就是一直会拉肚子 或者是说大便比较软烂 这样 体温偏低 就是有一些人呢 他长期的那个体温呢 都不会超过36的 一直是35.8.9这样子 好 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如何去寒呢 那大家简单来说 可以用这个温服 用这个盐袋 米袋或者热水袋 就浮在我们的这个七海穴和观原穴 那七海穴就是在这个肚脐下1.5寸 观原穴就是在肚脐下3寸 但是其实我们用这个热水袋 放在这个肚脐下的位置 它就已经覆盖了这两个穴位了 所以大家也不用去找这两个穴位在哪里 因为那个热水袋的那个体积 放下去已经是可以覆盖这个范围了 那还有是说晒太阳 那如果是说有些女生她怕晒黑的话 那晒背后也可以 就是太阳从冬天升起来 那你就脸向西边就好了 那还有食疗 那讲到食疗 可能有些朋友她会自己也会冲一些红糖酱茶来喝 但是这个红糖酱茶 有一些人她本身她是怕冷 可是这个姜茶喝下去 她又会喉咙痛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边 为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方法 那如果你是吃这个生姜 喝这个姜茶会喉咙痛的话 你可以加甘草 加甘草一起去泡一起去煮 因为这个甘草 它可以缓解热性 调小热量 这个生姜 它就相当于一台煤气炉 这样子 我们吃下去的那个生姜 它就会生火 可是 这个甘草的话 它相当于把这个生姜的火调小了 所以生姜加甘草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大家可以试一下 那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 甘姜加肉桂 因为这个生姜 它是作用在人体的上部 而甘姜和肉桂呢 它的热性是作用于人体的中下部 甘姜是作用在中部 那所以这两样药呢 它可以温暖我们的身体 可是它又不容易上火 它不像生姜这样子 作用在我们人体的上部 然后它很容易上火 这个就是一些简单的解决方法 这个驱寒 重要 好 那那个寒式的环节 看完了 导致热气的这个原因 有哪一些呢 就是这个饮食 尤其过年大家会可能吃到很多年饼 或者是说火锅 这个麻辣火锅 熬夜 工作环境 例如说你是当厨师的 就时常就是每一天 就对着那个煤气炉工作 那就很容易发热 居住地理环境 例如说马来西亚 这个比较炎热 那刚才也说了 马来西亚是一个潮湿的地方 这边又讲炎热 所以这个 马来西亚它的病 是 又有这个氏 又有这个热 所以很多人有这个氏的病 还有天气 有这个四季的国家 夏天呢 先天比较容易发热的 那常见的这个热气的症状 发热 有哪一些 例如说 这个烟喉痛 喉咙痛 喉咙痛 口腔溃疡 就是生奥射了 致汗 就是 无缘无故会出汗 就是 可能没有在运动 也没有晒太阳 就在室内 他也会自己出汗 掌斗 失眠 睡不好 便秘 还有这个体温偏高 那有些人呢 他长期他处于这种 37.1.2 这种状态 他又不是发热 他就只是体温偏高 那如何清热呢 如何解决这个发热的问题 大家可以自己按这个核骨穴 还有这个太西穴 可是这个穴位 只是按的话 他的那个效果 就没那么好 最好还是要用那个 拯救 去处理 所以这个穴位的环节 我就在这里就先 没有详细的讲 那我们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用中药 那讲到中药 有些朋友可能会自己 也会买一些银俏伞 或者是那种板南根 羊生虚 山叶菊花 可能我们也会自己煮来喝 可是这种东西呢 有些人他吃到有效 可是有一些人他又没有效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 银俏伞板南根这种东西 它的功能呢 它是偏向于这个清热解毒的 那它比较适合 这个病菌和病毒感染的 而引起的这种喉咙痛发热 口香溃烂口感这种热气的症状 那如果是说 你今天 就是吃了这个 麻辣火锅 或者是说很多花生 很多这个粘饼 煎炸的东西 你这边吃 然后你马上就觉得喉咙热 喉咙痛 喉咙干 这样子 那这种情况呢 它的效果是 没那么好的 因为你不是属于病菌 并不感染 你是属于这个饮食引起的热气 那对于这种饮食引起热气呢 大家可以选这种 一般 像这个阳神絮啊 上液啊 菊花这种 清热的这个药材 那它的功能呢 它可以减低我们人体上部的这个热能 它是用于这个很适合这个饮食引起的热气 它跟这个营销山把蓝根的那个作用不一样 可是呢 它可以解决同样的这种症状 那如果你说这两种方法也没有效呢 是什么原因呢 那很可能你本身的体质呢 是这个上热下寒 上热下寒的体质就是你上部 上部它有发热了 上火了 可是你 人体的这个中下部 它是属于寒死的 那如果是有这种状态的话呢 这个人他可能 本身有喉咙痛 可是他又手脚冰冷 那大家可以 试下这个简单的方法就是 用 这四种药材 就是黄芹肉桂 用10克 然后甘酱甘草用5克 那如果再没有这个医生的建议的话 我就建议你用这个分量就好了 不要用太大的分量 那他这四个药材加起来呢 他正好可以解决 这个 减低 上部的热能 他同时 增加中下部的热能 所以他可以 解决这个上热下寒引起的 这一种 喉咙痛发热的这一种状态 所以说 同样的 有同样的症状 你也有这个症状 我也有这个症状 可是我们不能够说 每一个人都是用银敲散 或者每一个人都是用这种 量身虚 商业菊花去解决 还要看 是什么原因 引起的 还要看我们本身的体质 来用药 就是说 这个 不同的药 它可以解决 同一个症状 这个就是 也是中医的这种 辩证论治 要 知道我们的症状 才可以用药 不是说 一有喉咙痛 用这种 轻热的药材就可以了 那好的 我今天的这个分享 就到此为止了 感谢大家的聆听 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大家